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着陆在火星表面乌托邦平原南部 在建党百年之际实现中国火星着陆的壮举 从此火星表面有了中国印记 着陆后我马不停蹄进入工作状态 把桅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 然后向地球加园的你们报平安 随后几天我站在着陆平台上环视四周 拍了一个全景照片 嗯 环境还不错 就是有点孤单 火星第八天 我驶离着陆平台踏上火星表面 并用随身携带的避障相机录制了驶离过程 在坡道前缘0.522米处拍照留念 纪念这个历史性日期 这是我拍摄的第一幅地形地貌图 之后我走到距离着陆平台约6米处 拍下他的照片感谢他的一路护送 在距离着陆平台约10米处 我放好WiFi分离相机 然后跑到着陆平台旁边一起合影 合影中我可是占据了C位 在和着陆平台一一西别后 我开始火星探险之旅 科学家分析 往南走是火星远古海洋和大陆交界处 可能有宝藏 所以我一路向南 一边探索一边打卡 火星第32天 正当夕阳西下 我毫不犹豫按下快门 拍下了火星落日全景图 你们能看到我一路走来的脚印 离着陆平台渐行渐远 火星第42天至第50天 我来到了一个沙丘 开展详细的科学探测 这是在接近和离开沙丘时 拍摄的照片 在路上 一些火星岩石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拍摄了多光谱合成照片 供科学家研究 你们能看到火星岩石的纹理特征 和表面覆盖的尘土 火星第58天 飘洋过海来看 在着陆过程抛落的降落伞与被罩组合体 他们是护送我成功着陆的伙伴 在这里默默地关注着我的探险之旅 火星第63天 里程表显示 我在火星表面已经行驶超过500米了 为我加油吧 这是路过的又一处沙丘 火星第74天开始 我发现前面的路越来越难走了 我要穿越这片石块 撞击坑 沙丘密集分布的复杂地形 每天对周围地形拍照 供科学家选取探测目标 规划行驶路径 遇到感兴趣的探测目标时 我就用携带的18般武器开展详细探测 你问我都有哪些装备 测气象的 声音的 磁场的 地质结构的 地形地貌的 物质成分的 我都用得很熟了 到目前为止 寻火之旅已满百日 我已经行驶超过一公里了 未来的探险之旅充满未知 也将充满惊喜 我将带着大家的奇迹 努力工作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火星星知识 星河璀璨 奥秘无穷 我期盼有更多的伙伴 踏入广袤深空 探索宇宙奥秘 共同拓展人类认知的疆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